绝对是台湾犯罪题材的尺度天花板 刚刚上映就冲上了热搜 故事开始就十分变态 男人一把就将学生妹推倒在墙边 然后直接将手伸进裙底一阵乱摸 女孩越是拼命抵抗 男人的动作越是肆无忌惮 就在这时女孩母亲出现 及时地将男人推开 接着愤怒地表示 此时的男人也有点猛 他完全是按照导演的要求 然而此时的导演却瞬间变脸 这场景将龙套演员东子的 心酸无奈表现得淋漓尽致 可豁不担心 他的女友小鹿在推销酒水时 也遇到了麻烦 猥琐男的咸猪手非常地不老实 小鹿强压心中怒火准备走开 没想到男人不仅抓住他不放 还更加地嚣张 虽然这一下非常地解气 但小鹿不知道这将会带来 怎样的后果 躲出来的小鹿非常地委屈 因为不论自己多讨厌酒水推销的工作 但为了支持东子几乎零收入的演员梦 他都必须努力赚钱维持这个家 而东子之所以变成这样 是因为这个著名的夜导演害的 九岁时夜导抛弃了他们母子 而东子为了证明自己 于是有了演员梦 十年的龙套生涯并没有让他放弃 而是更加坚定了当初的信念 所以这次夜导公开招募素人演员 对东子来说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女友小鹿也非常支持他 每天都陪他在家不断地磨练角色 这天终于到了世系的日子 充分准备的东子本以为万事俱备 可没想到的是 这根本就不是他的剧本 就这样慌张地他硬着头皮上了场 可怜台词都不知道的他 表演结果可想而知 他毫无意外地被轻出了场 而就是这突如其来的打击 才酿成了后面的惨烂 你知道喝酒断片 到底有多么可怕吗 这绝对不是我在危言总听 不信的话 试着跟角色代入一下吧 你发现女邻居醉酒躺在家门口 出于好心你将他扶进了房间 临走时 楚楚可怜的他要你留下喝一杯 经过内心一阵挣扎 这电视啊 那分店有很多人 不要动吧 在酒精的刺激下 微醺的你们将一切的不开心 都抛之脑后 我会 手提 你先开心心 这段不是重点 我们选择跳舞 如果喜欢可以去看原片 等到第二天 你迷迷糊糊的醒来 本以为会更加拉近彼此的距离 可没想到的是 从此你们阴阳两个 看着他脖子那明显的瘀青抓痕 此刻的你慌得六神无主 因为自己完全记不清 昨晚到底发生了什么 出于本能 你打算现在就报警 没想到这事却意外有点 就在你慌慌张张接听电话时 小区保安偏偏这事找上了来 你集中升至放大屋里的音域 一直等到确认保安已经离开 然后你并没有选择直接逃跑 而是想办法伪造成入室盗窃的现场 不仅将屋内多余的物品全部清理 还擦拭掉死者身上一切你的痕迹 甚至还不忘检查掉落的毛发 等做完这一切 你刚要悄悄地离开 没想到却被对门家的保姆正好撞见 没有办法 你只好先将他绑了起来 我没有看到你杀人 我没有杀人 天空不是我杀的 没有 那你放我走好不好 没头 就在这时 敲门声让你的心 都提到了嗓子哑 你捏手捏脚地来到门口 通过门径看到了 保安带着房东打开了死者家的房门 看来一切都无法隐瞒下去 不一会的功夫 大批警察就赶了过来 然后没过多久 警察就敲响了对面里所在的房门 你不敢发出半点声音 只能祈祷他们快点离开 没想到警察并不死心 就在房东开门的前一刻 你赶紧找个地方躲藏了起来 好在最后有惊无险地躲不过去 一直等到警察去隔壁询问 你才有机会从窗口爬了出来 不过攀爬中再次出现意外 他早就被叫过来了 最终幸运的你 有惊无险地跳到地面 然后快速逃回自己家中 没过多久 走访的警察就赶来摸牌情况 你努力地让自己平静下来 敷衍地表示不了解任何情况 最终送走警察才长舒了口气 一直等到晚上 你才有机会将保姆带到废弃厂房 你怕我跟别人说你杀人 我没有杀林梦 我醒来说他就已经死了 我跟你讲很多遍呢 你知道自己一旦放了妮妮 他必然会马上报警 只有等自己查明林梦的真正死因 才能解脱掉自己杀人的嫌疑 所以最后留下一些食物就此离开 幸运的是 自己刚回到小区 就得到了重要信息 他们说林梦姐姐是被下毒的 听到这消息 让你瞬间轻松了很多 不过为了确认消息的准确性 当晚你特意约了警察胖哥喝酒 所以那个凶手 到底是怎么对林梦下毒的 尽管胖哥已经喝高了 可他的口风依旧很严 于是你只能寄希望于 胖哥背包中是否留有案件调查线索 可万万没想到 现场的证据让你再次陷入绝望 仔细看 这对白花花的连衣裙实在是太美了 让一旁的阿正都忍不住赞叹 这简直就是一件完美的艺术品 然后他闭上眼睛用心一点点去感受 生怕错过了任何一个美好的细节 更是为了能够买到一模一样的裙子 阿正瞬间想到个好办法 只见他打开某宝的扫一扫后 近距离疯狂地进行着 各种角度的细节拍照 没想到就在这时 连衣裙突然从睡梦中醒了过来 在看到手机里的照片后 你为什么拍这些照片 你说我女友 为什么不行 女人极力压制内心的怒火 平复一番后说道 我才不是你真的女朋友 我只是在假装 我想帮助你 不要再被别人欺负 原来就在一周前 阿正因为自己的长相怪异 被几个笑霸轮番地羞辱 就在她特别无助默默承受时 美女林梦及时出现替她解了威 手机哪位 喜欢欺负人吗 你好玩吗 好玩 你干啥 就这样 林梦不但这次解救了弱小受气的她 更是为了阿正以后能不这么自卑 于是就在生活中无微不至地照顾她 这也让阿正逐渐变得自信开朗起来 可没想到林梦的这一善意举动 让青春期的阿正想无非非 更是趁气不备 偷偷拍摄了林梦 大量的私密诱人的照片 直到如今 林梦发现了这小子的图谋布 要他删掉自己的照片尽快离开 不料这小子并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问题 反而开始对林梦威胁起来 如果你要跟我分手 我就把这些照片 泼到网络上 不久后 林梦就发现自己的艳照 竟然真的被传到了网络上 更让人意外的是 在当晚林梦与东子一夜的激情过后 第二天就在自家离奇死亡 东子无法证明自己的亲爱 更是不能让女友知道此事 于是隔天晚上 他偷偷来到死者林梦家 正当他清理好现场遗留物品 刚准备离开之时 黑暗中一个男人悄悄潜入了房间 男人似乎在努力寻找着什么 偏偏这时 东子的手机意外来 于是 黑暗中的两人瞬间扭打在一起 经过一阵激烈的打斗 就在东子准备继续动手时 男人却突然变怂了 原来男人是邻居老邱 他来这的目的就是 为了这本价值一百万的书 随后他向东子解释了具体的情况 起初他是在欣赏某收费网站时 无意中发现这本价值连城的书 本以为就此过去 没想到第二天 在死者林梦手臂上看到的图案 让他瞬间回想起当时的画面 等他回到家后 经过再次的比对确认 证实了他的猜测 也就是说照片上的女人就是林梦 图片上的孤本书籍就在林梦家 于是为了能还清欠债 老邱趁着夜晚冒险来到林梦家 结果却碰到了东子 然而此时的东子 在看到林梦如此多的照片过后 更是气愤无比 这么妖娃妩媚的姑娘 竟然只和自己好了一夜 就被人离弃杀害 更是让自己成为了嫌疑人 他暗自发誓 一定要找出背后的真凶 还自己一个清白 女孩明明发现男友劈腿闺蜜 却并没有责怪两人 看着他们无比开心地在一起 反倒是回想着自己 哪里做得不够好 为了换回男友的感情 他甚至找到闺蜜想当面请教 没想到闺蜜竟毫不掩饰 受刺激的小鹿再也忍受不了 发了风事的质问闺蜜 为什么要这样对待自己 结果却得到这样的回答 最后这对无话不谈的好闺蜜 不花而散 可谁都没想到第二天 闺蜜就在自家离妻死亡 更巧合的是 男友当晚就在闺蜜家中过夜 自然而然的 他就成了无辜的替罪羔羊 东东为了不影响 自己跑龙套十年争取来的男主角 他只能瞒着警方暗中调查真凶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最后竟然发现女友的反常 不管凶总是谁 不是太恨了 就是太爱了吧 太爱背叛他的人 所以杀了第三者 这一番话听得东东毛补锁人 难道是女友发现自己偷心而杀了闺蜜吗 她真的不敢再往下猜想 更让她意外的是第二天 东东就发现女友穿着死者一模一样的红裙 在和陌生男人亲密的约会 此刻的她强压心中怒火和疑火 等回到家后 两人不出意外的大吵离家 其实女友早已知道他们的不正常关系 并且怀疑就是东东杀死了闺蜜 你知道整件事情最荒谬的是什么吗 直到此刻东东才意识到 这段时间女友承受了多大的心理负担 她拼命挽留女友想得到对方的原谅 虽然闺蜜不是自己所杀 但当晚酒后断片就连她自己都说不清 而一旦自首将彻底混了她的演员梦 东东只能寄希望于自己找到真凶 巧合的是等到夜晚时 东东从保安处签收的快递纸条中 竟得到了凶手的线索 激动的她赶紧打电话给保安 询问印有林梦是你杀的那张纸条 到底是不是保安所写的 保安一阵沉默 此时东子意识到保安知道真凶 随即就挂断了电话 焦急的东东迫切想找到保安问个清楚 不幸的是等她赶到时 却发现小保安捂着脖子的巨大伤口 逐渐地丧失了意识 这让东东找到凶手的希望再一次破灭 无形中仿佛所有的一切都已被控制 她赶紧在警察到来前 慌忙地离开了现场 很快警方在调查中发现 小保安的银行账户近期有大笔现金存入 并查到她死前最后一通电话是东东打来的 为了配合警方调查找出真凶 无奈之下东东拿出了那张纸条 她在勒索凶手吗 你是说她手上有可以威胁凶手的把柄 本以为线索一断 没想到警察的问话 让东东再次看到了希望 于是她找到保安的妻子 却发现她家早已被贼翻得破破烂烂的 可在询问是否丢失贵重物品时 妻子回忆丈夫曾久后说过莫名其妙的话 说贵重的东西都在东东那边 东东 不会是真凝吧 殊不知此时门外黑衣人听到了这一切 东东回到家后翻箱倒柜不停寻找 就连垃圾箱都翻了个底朝天 可最终仍一无所获 这种巨大的焦虑感严重影响了东东 导致他在拍戏中经常出现幻觉 你觉得是谁杀了阿森 阿森 东东意识到他必须尽快找出凶手 彻底了结连续的命案 幸运的是这天夜里 就在小区粘贴着自己海报的背面 他发现了保安藏在的秘密 他故步地下着大雨 立刻拿着那把车钥匙来到停车场 挨个不停地试探解锁车辆 然而就在找到车的关键上 凶手再一次提前到达 可没想到的是 这次他并没有慌忙驾车逃离 而是 这绝对是我见过最性感的空姐 他看似不经意的一个甩头发动作 就能将男人迷得神魂颠倒 更是凭借那勾人的眼神 让90%的男邻居 都和他保持着暧昧关系 而陈主任就是其中之一 他出于对妻女的愧疚想要分手 不料空姐林梦竟死缠烂打来到家中 陈主任 好久不见 男人紧张询问妻子林梦都说了什么 妻子向他解释了林梦的不幸遭遇 好不容易碰到一个不错的男生 结婚照吗 对方有老婆有小孩 麻烦能安慰人家一下吗 此时男人已经意识到不妙 可林梦接下来的动作更是让他火大 不一会他就偷偷来到林梦家 本打算两人彻底划清界限 没想到被林梦的小动作再一次轻松拿捏 最终还是欲望战胜了理智 两人又一次甘柴烈火起来 但这也更加坚定了他除掉林梦的决心 首先男人偷偷将林梦的排卵针替换成毒药 并注射到林梦体内 然后晚上趁着林梦和炮友东东醉酒 又精心伪造现场嫁祸东东 如今他绑架东东说出自己的打算 接着男人用绳索吊起了东东 在确认毫无问题后才撤离了现场 也许是命不该绝 东东女友偏偏这时打来电话 东东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总算接通了电话 意识到不妙 女友和警察迅速锁定位置前来救援 危机关头 女友小鹿总算找到东东 赶紧解开绳索就下快断气的他 在警察感到时 东东说出了凶手就是邻居陈主任 很快警察带走陈金河去接受调查 并在他车附近搜到了关键物种 也就是对林梦下毒的针管和药物 可随着警方的审讯 结果却让案件更加扑朔迷离 首先是针管上的指纹并不是陈主任的 其次陈主任以癌症晚期活不过半年 他完全没必要嫁祸东东 再者东东刚刚成为电影明星 如果杀人对他事业的影响是最大的 因此东东反而更有嫌疑 证据不足警方只能继续调查 此时另一边的东东迎来特殊的客人 陈主任的太太向东东说明了实际情况 原来陈泰和林梦在大学时 曾是特殊情侣关系 后来林梦提出两人不会有未来而选择分手 如今缘分让两人再次相遇 林梦也没想到 陈泰为了和自己在一起 竟抛下自己的丈夫和女儿 这两个女人竟能爱得如此之深 可没想到的是 因此林泰怀恨在心 不仅用毒药替换了林梦的排卵针 甚至亲手掐死了本就奄奄一息的林梦 林泰之所以敢对东东说出这一切 并不单单是救自己老公 而是她找到了东东的软肋 她在行车记录仪中发现 东东女友恰好在给林梦打针 并且两人还发生肢体冲突 也就是说针管上的指纹是东东女友 果然东东为了不牵连女友 主动向警察承担下杀林梦的罪行 可就在指认现场时再次发生变故 死者林梦的车钥匙被发现在陈泰手中 就在此时陈主任一家三口竟同时认罪 原来小杰发现母亲和林梦的时候 向林梦坦白的爸爸癌症病情 并请求林梦成全爸爸妈妈 所以林梦才强忍着伤心 果断拒绝了陈泰 可没想到不知情的陈泰怀恨在心 用毒药替换了林梦的排卵针 目睹这一切的女儿小杰 趁母亲不注意替换了毒药 可她不知道的是 母亲最后没忍心再一次换回了药 也就是说最后林梦注射的还是毒药 等陈泰匆忙赶到林梦家时 林梦已来不及救治 尽管亲手杀掉自己最爱的人 对于林泰来说太过残忍 但为了女儿小杰 她只能忍住泪水逼迫自己杀死了林梦 扑朔迷离的杀人案至此告破 影片结束 一起凶杀暗镜牵扯出整个小区 所有邻居们深藏的阴暗秘密 里面还有很多细思极恐的细节 由于尺度过大不一细致解读 本片剧情紧凑流畅反转不断 真的做到了不看到最后 永远猜不出真正的凶手